我们到甘肃喽 百万快醒醒 起来看风景了哟 快点喽 我们现在行驶在二四七国道 沿着白水江一路向南 我们今天要跨省去四方网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邱文明 《山上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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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吗 有人 谢谢 谢谢 冷饭 早上煮的冷饭热一下 那一发就可以吃了 拿两根香肠出来煮吧 你看这大白菜都坏了了 放了有一个礼拜了 就两块了 吃完没有了 三块 吃了吧 吃完就没了 有很多朋友说 狗不能吃肥的 这是第一次吃肥的 以前都是吃鸡胸肉 哎呀不要在地上去爬呀 这本人弄脏了 有一点点没有昨天冷 没有昨天冷 嗯 昨天在那九州沟县那边 我看看这边海拔多少 这边海拔应该低了 海拔 没有什么海拔应该 哦这边海拔700多 把热水洗干净 哦好烫 烧水都要烫了 切厚一点 切薄了好像不成形呢 这是麻辣的香肠 好香啊 嗯 我们要抓紧把冰箱里的那些盛货吃掉 你知道吧 到了河南把房车还了之后 没有冰箱了 你咋办 一些东西咋办 对 不过腊肉没多少了 嗯 然后就香肠 好了 这两天把这些腊货吃完了 吃完了 买新鲜肉 买排骨 糖醋排骨 嗯 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我就看了排骨好贵 30一斤 嗯 上次18块多 啊 30一斤 30 而且上面带那个什么 带那个紧肥骨的 大骨头 哦 不是那纸牌 带大骨的 好贵就没买 本来我想买点排骨的炖萝卜 人家说你 每次炒菜油放太多了 不是 我这煮鱼 煮什么菜 你知道吧 嗯 像炒的青菜油都少放一点油 炒出红油来了 嗯 你看 麻辣香肠嘛 要不然篮子都坏掉了 你看 嗯 哈哈哈哈 好了 吃饭喽 吃饭了吃饭喽 百万快吃饭喽 饭早一个找不到来 可能在外面 用 就用这样 省得再一下去拿了 饿了有点滴血糖啊 嗯 那有没有吃那个糖 吃了那个 大白头吃了没有 吃那个 嗯 饼干 饼干 嗯 今天在营地有点草 嗯 没办法 再往前开的话 天黑了 饼地更不好走了 嗯 嗯 起床了 昨天晚上这个是 整体来说应该叫 江景房 因为 这个江是 白龙江 那边是 白水江 这里是一个 两江的一个交汇口 这里叫 玉雷关 那里有个观景台 对面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观景台 我们的车呢 停在观景台啊 所以说 打开窗户呢 就能看到这个 美景 这就是 观景房 我们昨天晚上住的哈 我起来的时候 这阿姨她说她在卖蘑菇 山里 这边山里的蘑菇 好 你看一下吧 看一下 这炖肉的 那我房子里没肉 炖肉啊 炖肉啊 要去买肉呢 炒肉 炒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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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送荣 这个是送荣 送荣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有贵点 这个120 120呢 120你可以少 你要了给你算一倍啊 行吗 算一百也行 这个60啊 这个猴头锅 猴头锅 猴头锅吃的对味好是吧 啊 这给的咬一点 咬一点 咬一点 那你卖了我吧 这卖完了就回家了 他就不动了 好的 我现在一定用哪张灯 照顾照顾阿姨生意嘛 好吧 把我们这老年来照 你选吧 都是新链的 因为都是今年到年简单 嗯 收到了吧 收到了 你看了 给了啊 好 谢谢啊 不谢谢你 谢谢老年人 没有没有 谢谢谢谢 我们加小话就挺不动 你就说你们从哪里来 你怎么说 我们加小话就你们从哪里来 啊 你们从哪里来 坐哪里去 坐哪里去 这是什么加小话 加小话啊 坐哪里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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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和四三话不一样 哦 那你们四川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 也听得懂 哦 因为和四川爱的嘛 对吧 哦对对对 四川爱的嘛 我们是爱的嘛 啊 我们是带着普通话说 外面的人挺好听的 对对对对 阿姨普通话 阿姨普通话算的 还说的还是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啊 哈哈哈 我的妈 人多就是我妈跟上 啊 今天布里的草什么 菜就把放一把的 我都炒得出来 它吃起来特别香 吃起来特别香啊 哦 那路上就可以吃了 哦 我们车上有木耳 有木耳 哦 路上就可以吃 哦 行 我再买一袋吧 照顾照顾阿姨身影 你阿姨说的 我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年轻的好 随便你们两个人 抓这么一把把 哦一把把 跑跑跑上去找 哦哦 长一盘子了 长一盘子 这个是野生的木耳 野生的 哦小木耳 点中的了个这么大一块一块 哦 好了 好了 好 你听一下 你听一下 赶紧听一下 好的 慢慢过来看 啊 过来了哈 哈哈哈 吃饭喽 哎呦 气死我了 哈哈 你看看 乖 这风啊 这是两江的一个交汇口 你知道吗 哦 所谓风大 风大得很 他突然来一阵风 他现在是空底浪静啊 突然再来一阵 你这晚也小心一点 对吧 又又吹掉下去 他还车子有点斜 哎吵得很 哎呀 在 嗯 丰盛的早餐 什么也不好吃 我说来一阵丰盛的早餐 你就来一阵 丰盛的早餐 你就来一阵丰盛的早餐 不好吃 哎呀 本来就不好吃 这么好吃 还不好吃 嗯 鸡蛋面 发妹妹本来就好吃 然后再加上鸡蛋 那不就是绝绝子吗 哈哈哈 晚上这样撞到你浮轮机 然后你突然说一下 你刚才说 嗯 你要飞浮轮机 嗯 现在浮轮机还没飞 我现在 都要飞 看浮轮机到底着不着急 你这个肚子可以堵的 哈哈哈 好了 早餐吃好了 接下来呢 我来用无人机 给大家拍一下这边的一个风景啊 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 两江的一个交汇口 一个白龙江 一个白水江 然后这里呢 前面有一个叫平头坝大桥 非常有名的哈 然后这里有所在的观景台呢 叫玉雷观一个观景台哈 嗯 拍完吧 拍完了我们就出发了 因为这边的录影地 风景是很美 不过不完美的就是边上有个国道 挨得太近了 就在旁边 所以说晚上卡大卡车特别多 就会很吵 然后而且大卡车刚好是个斜坡 大卡车哼哼哼哼在爬坡的时候 把我们房车也震的哼哼一动一动的 哈哈哈 昨天晚上真的是两人醒了醒过起来几次哈 就被吵醒 咱们已经到了 咱们再来给他们 智力印象 之後用资品 给我们的路上 就是这样的图思 对我们的路上 是哪一段路上 就有些人 唯一的路上 对我们要紧张 非常明方的路上 就是这样的路上 对我们的路上